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 清华日军发动大屠杀 三十万南京军民离难 清华日军的累累罪行 触目惊心 我们的故事从1940年开始说起 那一天是金深水 堪心刻骨的惨痛记忆 金深水 出身于著名的中医世家 目睹妻女惨死于日军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中 金深水发誓要为家人复仇 他怀着对日军的满腔仇恨 循着蛛丝马迹来到了离南京百余宫里的桃花镇 这个可能隐藏着真凶的日军保甲模范区 金深水没有想到 这看似安宁祥和的桃花镇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影 这些笑容可惧的日本人 实际上都有着另外一副面孔 隐藏着一名日记专家的到来 让金深水卷入到一场腥风血雨之中 为了加速细菌武器的研制进程 并使之尽快投入使用 日军从本土派来一名医学专家 沿途重兵保护 白先生 欢迎来到模范区 腾森院长和全体医护人员都在等你 为新秩序分斗 请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暗杀 日本医学专家白大义 总而破坏日军的细菌实验 今天午夜不惜一切代价 务必在富尔山宾馆除掉白大义 这里是镇上条件最好的宾馆 天皇特使来也是住在这里 明白 我就停安排了 宾馆对面就是医院 以后上班你会离得很近 而且保安住和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附近 这里会很安全 明白 请 此时 共产党地下组织 获悉了白大义来到桃花镇的情报 根据上级指示 李灵奉命设法接近保护白大义 并争取其成为我军反日细菌战的重要力量 北先生 请不要打开窗帘 叶副局长 今天镇上是要放李湘岚的电影吧 不看了有好多的海报 是的 不过 您最好待在房间里 一日三餐 新鲜水果都会送到你的房间 能不能 彤彤彤 你知道我特别地喜欢李湘岚 抱歉 房间里有留声机 我找一张她的唱片给你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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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叶副局长 白大姨失踪了 她是我们岑荣医院 非常重要的一名医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她 并且保证她的生命安全 明白 明白 平坦性 你不 嫩恨 你们不能 绝望 你不是 你还要 queens 太有问了 叶剑 你不想要 下山 不想让她 到达 你不想让她 你不想要 你喝酒 放路 你不想要 打开 我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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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 咱们要去哪儿 你是谁 走 解决 快来 他受伤了 我们得回去救他 你疯了吗 他想杀了我 那不是上级的指令 我也想杀了你 你干那些事不该死吗 快走 去救他 快 白大姨 别杀我 我也是中国人 你还送中国人 送 现在不能动手 小鬼子马上追过来了 赶紧跟我们走 白大姨 我告诉你 你才敢给日本人干事 我杀了你全家 行了 别说了 快走 快 快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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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进来 进来 快走 走 快走 来 进去 进去 快走 prepare - mpfen!- - 走!- - 走!- 所有人都出来 区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这么大火气啊 刚才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啊 我们这都正忙着 什么也没听见啊 区长 队队没有人 叶副区长 什么人 你 什么人 别开枪 是我 是我 叶副区长 你在搞什么名堂 那些人呢 刚才 我看见后门开着 我就躲了进来 要杀我的人 已经翻墙跑了 刚才是 是金身水先生救了我 前酋长 李科长 在 马上护送白先生回宾馆 不需再出任何问题 是 走 报告局长 只有一个房间有人 什么 什么 区长 你能稳定吗 谁啊 谁 区长大人 区长 这是松 你也认识的 打个招 听说是你救了白大一 我们会查明情况 还会找你了解 事情的经过 如果属实 我们会好好谢谢你 不用 区长 班 你看我就是做了 自己该做的事 我这还有点事没忙完 您看我能继续吗 当然 你快出来吧 慢点啊 你赶紧从这窗户赶紧走吧 先生 怎么称火 我叫金深水 快走吧 莫菲 你也是公党 你可不能乱说话吗 我可不管你那个什么挡不挡 拍不拍的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看你被小鬼子追 那肯定 罢就不离时了也是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 快走吧 好 谢了 这本人已经把这包围了 航线怎么办啊 那里面那个床 是不是有夹层是放被子的 对 来好了 你给我来 来好了 快来吧 来吧 来来来 下去下去 打 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明白吗 拜托你了 宋 先等等 那 那我该怎么办 你一会儿啊 你去照顾我说的做 混蛋 因为你 损失了我们的帝国勇士 对不起 我只是想看个电影 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 明天交给我 我只是想看个电影 经过两年的折服 金身水 似乎终于迎来了一丝曙光 她有种直觉 解开妻女被害之迷的关键 可能就在这个 引得几方势力 大动干戈的白大仪 及其背后的存荣医院上 她决定 要获得野夫区长的赏识 不被怀疑地进入存荣医院 而突破口 就在保安处科长李氏武的身上 金燕 你找我啊 把这个东西啊 给我放在李氏武的烟泡里 不上 明白 快进来进来进来 无论如何 确保他的安全 明白了吗 这个人 到底是敌事由 李 李 李长官 李长官 学生哥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呀 是不是有什么 操不周的地方 有个特别重要的聚会 不能迟到 对了 今天这大烟特别给教 你小子是不是平常 没给我上口货啊 这个你可冤枉我了 我哪儿敢哪 八成啊 是这批大烟的制作方法上 有所改动的 恰好啊 就对了您的口味了是不是 以后就按这种给我上 听见没 得嘞 放心吧 好 李长官官走啊 金华佗 我找金华佗有急事儿 你快找 那边呢 金华佗要死了 好端端人坐着呢 没死 我说的不是你要死了 是我那儿有人要死了 有人中风了 李大姐你紧张什么呀 是那个保安处的 李时伍科长 人命关天的 你快跟我走一趟吧 他不保安 大白天哪 就耍起来了 没时间啰嗦了 快走吧 你来 快走吧 快走吧 你慢点点 金先生 我知道您的价格是一个 我准备了俩 这可不成啊 两个不够啊 那 向他 得一条黄油才行 金大夫 我的金华佗 你让我上哪儿 找那么多金子去啊 爱之不至啊 金深水之刀 一双阴质的眼睛正盯着他 这是他的一个计策 是对野夫区长的一次试探 这关系着他的复仇计划的成败 来吧 让他偷地脚高 垫去 来 杀人啊 来 杀人啊 我第一次见到 如此神奇的中国传统医术 过奖了 告辞 等一下 早就救养金先生大病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 不知道金先生是否愿意 到存荣医院的工作 我这个人心也喝惯了 去医院 不合适 叶副区长 金大夫他自己是有医馆的 可是他从来不做糖 就是在我们樱桃阁烟馆戏院随手替大家诊治 这桃花镇人人都知道的 撒苦了 存荣医院 在整个华东地区都位列三家 可不是 什么人想进都能进得去的 请你考虑 太抱歉了 我这燕姨又上来了 那半锅还没抽完 我先告辞了 回见 松啊 今天我想一个人安静过去 那好吧 我在外边你有什么事叫吧 好 金先生 有人找你 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金先生 从您的行为上看 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好的人 我想提醒您一句 千万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您跟我说这话 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提醒您一下 你对金深水这个人怎么干 医术高超 但私生活方面颇不见点 打烟 女色 没一样不好的 其他方面呢 背景干净吗 我总觉得今天的事情 太过巧合 你们恰好去樱桃阁 李氏武恰好生病 金深水 金深水 敲好在隔壁的烟馆 这所有的一切 好像是针对我们的一场表演啊 但从另一方面看 这么多恰好 反而说明了 这是一个低概率的事件 如果金深水 真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是不会把成功 寄托在这种运气上的 而且 大烟馆和樱桃阁 的确是他经常去的地方 既然如此 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加入村荣意外 此人今日展示的中意造音 对我们意外 极其重要 不是 想要达到 但是 本身 都没有 它变成了 那个 是 可以 就是 只能知道 不是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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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吉敬 既然你磁带解药 我就替你解开血套 你怎么能在笼子里混入毒舌 你知不知道贩卖毒舌害人害己 谢谢 谢谢 金先生 刚才我强盗看见了 厉害 厉害 佩服佩服 咱们俩今天这算是偶遇还是 怎么能算是偶遇呢 野副区长特地让我来请你 我 我真没时间去见他 我还得去抽一会 我让这俩兄弟 把枪给你送到区长办公室 不就完了吗 你现在是大英雄 救了大日本帝国的大医生 区长说了 要跟你好好聊一聊 聊什么什么大英雄 不就是让我去坐着吗 还是算了 把我走 有钱哪 多少 想要多少有多少 帮你满意 没人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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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听手 听手 听我搞不哭 不得不得不信 听手 听手 这么大的阵势 金某真是受宠若惊 不大不大 要不是时间尽速 我们一定给金先生开一个 隆重的颁奖表偿大会 金某就是一个小小的大夫 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 金先生是我们大人们 帝国的特殊人才 这次的事件已经查清楚 是国民党的破坏分子 潜入到我们模范区 屠杀我们的百姓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多亏了金医生 英勇无畏 否则我们就又少了一位 医术高明的医生 哪里哪里 是冯七世 金某当时也是 怕他要死 一句耳难写 未患耳不必意思 金先生乃真好情 真君子也 真君子不敢提 但是真好情嘛 那倒是不假 可能在整个桃花镇 没有人不知道我金身水 是耗烟耗色耗金条的 金医先生真是快人快语 烟色我们这儿都没有 不过金条嘛 帝国从不吝于奖励有功之人 所以这个请金先生收下 这这这 那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枚帝国荣誉勋章 只有帝国勇士 才被佩戴 诸位 今天 唯有大东亚共人 东亚联盟 国与国之间 才能建立起 真正 彼此尊重的关系 让我们 为金身水谢上 股长 一次意外的营救 一次欲擒故纵的设计 让金身水逐步取得了日军的信任 离自己的目标 又进了一步 请用茶 对了 金先生 大日本帝国的阳光雨露 即将滋润整个中国 为帝国服务是无上的荣光 关于加入医院的事情 先生考虑得怎么样了 劈局长大人 stadium 实在是 太抱歉了 去张大人 舅舅 金医生 这种子小姐 就把它开闹 volunteers 我想来尝个鲜 原来是外甥女 静子 快坐 静子 你好好劝劝金先生吧 我让他来医院上班 但是他不肯来 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医院里现在有这么多的病人 病人都是一样的 都需要医生 况且能够救死扶伤的男人 是最值得尊重的 金医生 您为什么不同意呢 对呀 说得太好了 既然静子小姐都这么说了 我为什么不去呢 我 我应该去啊 需要签合同吗 需要签合同吗 当然 只要付个简历就可以了 工资是每个月银员一百块 年终那个月十二百块 每周只要来医院 两个半天就可以了 当然 你的办公室随时欢迎你 天天来才好 太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吧 好 好 就这么定了 对了 金先生 我已经跟宪兵队打过招火 你多陪陪白大爷 他现在正在为皇军的计划处理 你多带他出去玩一玩 一切开销 记在我的账上 包在我身上 包在我身上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先告辞了 请一声 再会 舅舅 金超瑜呢 马上就送来 去吧 金先生 我想啊 谢谢你 之前一直没有机会 当面像你之前 白先生 你到底是中国人 还是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 在日本留学 娶了日本老婆 孩子也辱了日本籍 辱了日本籍 真够没出息 我是没出息 可是日本人让我做事 我总不能不做吧 那他没让你做什么 目前看来 就医院这些事 你又搞研究了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军人 每天那么保护着你 以后我和你说 是的 我们已经查清楚 在白大爷遇迹的那个晚上 我们发现了几个疑点 我们经过调查 本部队 未装备PPK手枪 当年德国人 曾援助过国民党一批 特制PPK手枪 这些手枪 列装盖世太保 也装备了国民党的情报机关 在现场 我们还发现了一把 XB12-39聚集步枪 三把MP38宠物枪 和其他枪支 这至少说明 是国民党军情机构 有组织的行动 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现场尸体附近 还发现了一把 仿毛色手枪 我认为 还有其他人在现场 仿毛色手枪 来自共产党平共产 当晚 也许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 究竟发生了什么 金身水 除了见过白大衣 还见过谁呢 小贵他回来了 回来了 来 把这东西 给我找个镜块挂起来 要挂个显眼的地方 越显眼越好 好的 是金身水仙什么 是啊 你为爷爷让我把 这袋点心带给你 说 是你救过他 谢谢你 他请你一块吃 说 里面有鲜花的馅 谢谢你啊 没有 请写青梅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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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伤口 着油八九十要发炎 君统那边已经被一锅给断了 他要是想活命的话 也只能求助于你这个救命恩人吧 金先生 你自己就是开药铺的医生 你那儿应该什么常规药物都有 什么东西值得你来医院 没有这么大的心意 也只有青梅素了吧 你的聪明 出乎我的意料啊 你不用夸我 这些只是一些常识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 你总能见死不救吧 齐先生 你说说看 我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帮你们 你只是沉默的路 沉默的路 我平地去追 平地去追 你会身前笑阳光好美 都打发 不停地去追 土耳目的爱 潜哦 谁无影将上狠狠 独自去预备 漫空下的 我飞银里去 须吹 你挥身前笑憧 光好美